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要闻 加拿大国会大选正在进行点票 总理哈勃领导的保守党执政地位可能不保 在野自由党党魁43岁的杜鲁多有望上台执政 根据官方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 在众议院的338个议席当中 在野自由党至今已经取得了56个席 大幅的领先了执政保守党的26席 新民主党暂时只得7席 根据选前民调显示 在野自由党的支持率为38% 领先保守党8个百分点 预计在本港时间晚上会有最终的投票结果 美国副总统拜登据报已经决定 加入民主党的总统提名的选战 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 柏伊尔在其Twitter社交网页透露中 他由来至接近拜登的可信消息获知 拜登已经决定参选 多项民调都显示 拜登相信是民主党中除了希拉丽以外 另一名可以有实力打败其他共和党参选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有消息是指出拜登迟迟不愿表态 除了是因为儿子早前因脑癌逝世 需要时间来到平复心情之外 也不想受到别人的压力而选布参选 拜登曾在88及08年两度参选总统 但是都无法成功争取提名 日本约70名各党派的国会议员 早上集体参拜 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禁国神社 约70名议员分别来自民主党 民主党自民党 次世代党 以及组成的夸党派议员联盟 集体参拜禁国神社 由自民党议员伟签秀九带领参拜 正在举行秋季大祭的禁国神社 今年的秋季大祭期间至今 法务项员成光阴和总务向高市早苗 等相后参拜了禁国神社 首相安倍晋三未有前往参拜 但是日前向神社献上了祭品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了英国伦敦 展开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 是相隔十年以后再有中国国家主席到英国国事访问 习近平的专机当地星期一晚上抵达了西斯路的机场 他与夫人彭丽媛一同步出机舱 英国外相夏文达以及英女王大管家胡德子爵等官员迎接 习近平足以与众人握手 习近平会先入住酒店 当地星期二出席英女王主持的欢迎仪式和国宴 之后会在国会发表演讲 也会与首相卡维伦举行庄园会晤 星期五会到曼策斯特参观英超球会满城 特首梁振英表示 政府委任大学的校委会和校董会成员时 原则是用人为财 又说非常重视大学的自主 但是自主必须根据各院校成立时的有关条例进行旅行 梁振英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 港大和中大新任的校委会主席人选 至今未公布是否与李国璋和梁乃鹏传闻出任主席 据争议有关 他未有响应 但是表示特区政府对所有 由教资会资助的大学和院校 都有其应履行的责任和权利 包括教资会拨款和监察各大学的表现 申请证明等等 他又说有些原本不是由教资会资助的院校 成为了政府大学之后 在管制架构 政府责任和政府人员的权利等方面 也会产生变化 关注完要文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股市今天的最新情况 外围虽然普遍的造好 但是港股今早低开84点 失守了23000点 报在22991点 之后是短删冲高 但是又再次的回落 最新是报在22953点 跌了123点 跌幅为0.5% 国际指数开跌41点 最新是报在10623点 跌65点 跌幅为0.6% 重磅部今天是全线的下挫 汇控跌0.3% 报在62.355 终于动升0.3% 报在96.255 腾讯下跌0.3% 报在146.6 钢交速跌1.4% 报在202.6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 他认为香港具备独特优势 在一国两制之下 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 有助于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的疏流 曾俊华在出席一个论坛支持时 就提到了 香港的外资直接投资FDI的金额 每年是增长40% 去年香港与奥地利双边贸易额 是达到了90亿美元 中国与奥地利经香港进行的贸易额 也有75亿美元 他指求全球的经济环境 仍然充满不明朗的因素 香港税制简单 资金自由流动 相信香港可帮助外商 寻找贸易的新机会 商务部公布今年首三季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销额总额 是达到了21万6千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成半 增速是较上半年回升0.1% 消费增速在8月9月 连续两个月是回升 首三季全国网上零售额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成四 一占总零售额的一成 在吸收外资方面 今年的头9个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为5800多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 其中在9月份 使用外资为594亿 增长了7.1% 全球最大的科技服务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IBM公布了 上季经调整持续经营业务的 每股盈利为3.34美元 好过市场预期的3.3美元 七类收入下跌14%至193亿美元 连续下跌了14个季度 差过市场预期的196亿美元 公司收入已经连续第五个季度 差过市场的预期 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出售低端服务器 收款机和半导体等业务影响 IBM下调了本年度的全球美股营运 盈利预测由原先借货15.75到16.5美元 下调至借货14.75到15.75美元 市场预期平均值为15.68美元 在深圳上市的中国服务生产商 雅各尔集团是公告指出 截至周一 公司透过认购增新发新股 以及二级市场买入 共持有中信股份将近12亿8912万股 占中信股份总股本的4.43% 投资成本达到了147.79亿元人民币 据雅各尔中期的报告披露出 6月份底公司净资产为189.64亿元 反映出单市对中信股份的投资 已占其净资产将近八成 但是公司未有解释有关投资的目的 雅各尔在7月中辞职119.86亿港元 以每股13.95港元 认购了中信股份型股8.59亿股 8月份公司董事会许可证管理层 在不超过中信股份总股本的5%的范围之内 继续是透过二级市场等对中信股份进行投资 在随后的两个月公司不断的增持中信股份 好了关注完所有要闻 我们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27度 大致天晴天气肝脏 今天的新闻树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